現在東山高中在一開始 已經打出了一波10比0的攻勢 蹲在董教練身旁 仔細聆聽戰術 也不忘耳提面命 稱之扮演助理教練角色 他是盧嘉鴻 東山高中籃球隊的助理教練 只是沒想到一場車禍 讓他驟然離世 白色轎車衝上人行道 整輛車撞得嚴重變形 幾乎成了一團廢鐵 失控撞上山壁 急救後傷重不治 原來這名死者 就是東山高中的助理教練 盧嘉鴻 與球員首勾手 緊盯場上狀況 85年次的盧嘉鴻 曾代表南湖高中征戰高中聯賽 大學就讀金國學院 兩年前曾在大專聯賽 與對手起衝突 不過事後雙方達成和解 盧嘉鴻也全心投入教職 場上指導戰術 場下也照料學生的生活起居 盧嘉鴻與小球員們 一師一友 盧嘉鴻被他的高中恩師 廖彥智研攬進入教練團 2018年 師徒兩同心協力 帶領東山闖進HBL四強 今年原本有望再創高峰 盧嘉鴻卻在八強賽前意外身亡 也重擊球隊士氣 這次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我們訓練都停擺了 小孩子都哭到不能再哭 對啊 就是教學非常認真的一個教練 學生的生活觀點 都只有嘉鴻在處理 好像哥哥這樣子 談其愛徒 廖彥智難言不捨 一時攤杯酒後上路 盧嘉鴻就此離開最愛的球場 也留給親友 學生 以及一路提醒他的恩師 無限悲痛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記者台北綜合 注意彰佛 盧嘉鴻